你好,欢迎收看8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卫 疫情警戒降到二级,幼儿园在8月2号就要开学了 不过停课两个多月呢,不仅让私立学校收入短少 开学之后,中央要求的各项防疫作为更是原方的沉重负担 尤其新学期的教师会有人员流动 很多新进教师都还没有接获疫苗的注射 面对防疫要求的快塞备用 私立幼儿园希望中央能够有配套措施 停课两个多月,幼儿园在8月2号即将要复学 为了确保学生安全,中央要求各企学校教师要完成疫苗注射 相关的校园防疫措施更是要高规格的要求 但这些防疫规范确实也成为私立援所的沉重负担 因为新的学期来到,可能会有一些援所 他们会有新进人员的一些替换 但是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依照国家现在的疫苗政策 给予适当的疫苗注射 但是呢,国家又要求你复课的时候要有一些相关的快塞跟CPR的检验 那这些呢,费用不便宜 而且呢,也不容易预约到免费工费来做 那么呢,所以呢,对我们目前援所 我想所有的全国的援所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对于8月即将新学期开始 这些已经施打疫苗的有可能因为这个新学期人员的轮动 而进来一些还未施打的这些教职员工 那我不晓得在这个部分中央有没有一个配套专案 对于新的学期呢,所有全国的幼儿园所新进人员是不是可以给予这个捕师打疫苗 或者是免费的提供快塞的机会 或者是CPR的机会 让他们在注射疫苗之前 可以做到,可以利用这种快塞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可以保护援所孩子,所有家长他们的安全 停课两个多月,私立幼儿园的收入已经短少 好不容易要复学了 但是严谨的防疫要求更是一个沉重的成本负担 尤其流动的幼儿园人员疫苗施打还有快塞费用 让私幼园所伤透脑筋 只盼中央能够有专案配套 帮帮这些私立园所 让他们可以顺利配合中央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介络会居然相报道